以下这些字为什么不能这样写 它们结构上存在什么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五个字给你讲解五种组合规律 首先这个木字 木这个字大家注意 中间有数项笔画左右两边有匹纳 是吧 像这种中间有数项笔画左右两边有匹纳的字 大家注意啊 我们一定是中间数项笔画为最低点 这是整个字的支撑点 然后这个匹纳需要像裙子一样 往两边延展开 大家看一下 这个匹纳是绝对不能往下搭了的 知道吧 匹纳和这个中间的腿不能在一条线上 这个裙子要往两边打开 裙子高一些 中间的腿是低一些的 好 像这个除了木字还有水 是吧 很多河 还有河苗的河都是这么写啊 然后你看山这个字是什么问题啊 右部三匹旁的位置不对 大家记住 右部带有三匹旁的字 这个三匹旁应该是纵向展开的 那你左边的内容就必然要收 就必然要收 两边收放关系是对立的 所以说左边你看我们这个木字 你就不能给它写长 其实右边带三匹旁的字啊 你左边不管是啥你都得收着写 你看看 好 看见没有 右边是对齐的 好 然后你看右边三匹旁来了 一匹 两匹啊 这两匹短小了 是吧 好还有一匹那你看压一下三匹往下 这个三匹应该往外再来一点点啊 你看三匹往下 是左边高右边低的 瞧见没有 是左边高右边低的吧 这个山子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你看横画 好 树画直行往下 然后匹 然后点 然后你看一匹 好 再来一匹 然后再来一个匹画往下 这个是山子 你看它左边收右边放 右边往下展开 瞧见没有 是一批比一批往外的 但是它整个还是竖项展开的 然后第三个存 存在的存 这是什么结构呀 这是左上包结构的字 左上包结构的字 有它的组合原理 大家记住 从上边和左边 把里边内容包的 叫左上包 是吧 那外面的框架 这个外面框架应该横向短 竖向长 里边内容需要往右边给它伸展出来 这是左上包一类字的结构特点 你看 比如说存字吧 我们这个横向 我们这个横就要写短一些 然后撇画要延展开放出去 好 然后竖画往下 这是它外边的框架横向短竖向走 是吧 然后里边内容 我们不是说完全给它包进去的 我们要稍微往外面露出来一点点 瞧见没有 这个好 你不要给它写宽 里边内容 我们往外露出来一点 你看这个 勒子 是吧 就已经超出这个横了 那我们再来一个横呢 你看看 我往外是放出去的 这是存在的存字 瞧见没有 好 再往后看 船子 船这个字是什么问题啊 大家看一下 其实也是在于两边的位置关系 是在于两边的位置关系 因为右边这个砖可不是一个扁形字 大家知道左边的树什么时候能放开吧 左边单人旁的树能放开的情况很少 那就是右边是一个宽扁的字形 可以没有 右边是一个宽扁的字形 那你说这个砖是一个宽扁字形吗 显然不是 它是一个长形字 那行 右边是长形字的话 我跟你讲 左边就必须短 你看来看一下 左边这个单人旁是不能给它写长的 然后右边一横 再来一个横画 延展出去 然后竖折 撇 你看竖折撇 然后再来一个长 再来一个长点 下牙 看见没有 这个船字 它是左边收右边放 左短右长的 是右边长的啊 好 胸这个字是什么 下三包结构 半包围的一种下三包 下三包也有它的组合规律 你看下三包 其实主要就是带画字框的字 画字框的字 咱怎么去写呀 外面的框架是左右往里内收 像一个盆 上框下窄 里边内容咱是包一半 漏一半的 不是全包进去的啊 不要把这个框架写这么大 把里边都包住 所以说里边的内容 你看我们这个 交叉点在这 那我们这个框架从哪包 从它的这个交叉点 从中间包 你看是数折往里收 好 右边再来一数 也是往里收 瞧见没有 这是凶子书写 这个就是这五个字的 这个正确写法 大家来看一下啊 五个字给你讲解 五种组合规律 你学会了吗 就这样 I'll be able to do this 我可以评论一下 然后再来一整个字